有中秋節一定有燈籠 有燈籠一定有手造的味噌 其實燈籠的文化是中國的傳統 但是大陸我就不敢說 因為有些文化斷層 跟我們有少少不同 在香港就承傳了中華的傳統 我們的燈籠長久以來都很輕旺 香港人過中秋節 除了月餅 最重要的一定是燈籠 佐登這間紙紮店 所賣的傳統撕紮燈籠 全部都由人手製作 開業至今買足60年 這裡開了60年 他接手50多年 他爸爸是做藍籠師傅的 接著他就做了這個紙料 就是零售 於是就開了這間店 開店那時也會有燈籠賣的 但是那時是由香港自己去扎作的 還有大陸有些鐵線的玻璃子燈籠是禁扁的 最初就是那三個款 兔仔 魚 羊肚 就是這三個主業的款 後來發展到後來後期 有些人會摘一下蓮藕 飛機 或者摘一下蓮花 都有人摘 但是最主重是這三個款 是最傳統的 八月買燈籠是傳統來的 但是現在有些衣紙譜就沒有做了 這些手紮燈籠 全部都按照傳統方法 而人手製作 如果我們廠製作 首先就是開麵 滑線 接著就是紮朗 料紙 出色 這樣就完成燈籠 如果你說是最難的話 就是紮朗的工序 因為工序如果是紮朗的話 你咬得緊的話 那支麵可能會斷 你咬得不夠力 它不夠彎 這個就會考功夫一點 而且每一個紮紙口 如果你弄得不好 它可能會散出來 這個工序會比較難些 如果是做到熟手 做開的 很快 兩三個小時 還要備好材料 多步驟 多功夫 做出來的都是心機火 不過看看價錢 原來和一個催器的卡通膠燈籠 差不多了 這個是傳統來的 阿婆阿婆買燈籠給孫子 是傳統來的 一定每年都要買一個燈籠 但每年都要買一個新的 它有個意頭 如果年年買開好 它真的差不多年年買回那副 所以我們那隻彩色兔子 就是為了應付這些年老的顧客 所以特地的定價是定70元 即是比較便宜 就回他們的經濟能力 賣了手紮燈籠這麼多年 雖然來來去去都是那些款式 不過妄真些 他們的兔子燈籠 原來都有不少自創的顏色 兔子本身是彩色的 因為中國人很忌諱白色的燈籠 但為什麼呢 因為我女兒小時候 即是七八歲 就問爸爸 爸爸爸爸 為什麼那些燈籠 兔子是彩色的 我沒見過彩色的兔子 兔子當然是白色的 爸爸還罵她 誰人買白燈籠 我女兒就戳了幾年 不行啊爸爸 我真的要白兔子 結果呢 就開了這個仙河 就做了一些白兔子 出來香港應市 結果反應又好啊 後來就有白兔子了 這些金色的兔子 就是我女兒做設計的 金英都設計了幾個 很多款式 一家人一條心 她們的女兒 就負責經營Facebook專頁 還吸引了不少客人 幫襯 今年呢 大概呢 網上就賣到四五百隻白兔 還未計民事 因為呢 還未統計到 但是呢 今年呢 就是因為我們網上有宣傳 有很多朋友仔 就看到我們網上的宣傳 就懂得走來我們店 找我們買燈籠 因為以前呢 我們都是做街坊生意 而已 所以就沒有那麼多 今年也是 銷路是多了 因為我之前有朋友買過 所以我知道這家店 還有 社交媒體 因為去年其實我已經想買 不過去年好像買完 我太遲了 那今年放假有空就出來買 我買了小兔 還有買了金魚 我覺得如果送給小朋友 這些傳統的 好像對他們來說 有趣一點 他們沒玩過 是 交的就在街上買 中秋燈籠 除了有吉祥的寓意 也都象徵住屯園 有些客人移民了 回到來 都帶了些弟弟 走來這裡逛逛 買回燈籠 有的 還有呢 我們有些客人很詳情的 搬了去第二區 她都要回來的 曾經有一位小姐 早一晚打電話給我 她說她第二天 就要趕快拿燈籠 原來她就要拿去機場 那我就早一晚 已經跟她擦定出來 擦定出來 那她神那麼早 就走來拿燈籠 然後去機場 香港地 百物騰貴 想補充一項傳統文化 並不容易 因為人手 和成本的問題 早在七十年代 他們已經把紙紮廠 搬回內地了 因為如果 你不是在內地 有工廠去做的話 如果你在香港 靠一個師傅 去摘燈籠的話 那你那個價錢 就會貴得很厲害 譬如很簡單 一個師傅 一千元一天 她每天摘多少個燈籠 才夠賣呢 她摘得三個 或者摘得五個 那你什麼都不要跟我計 你只是計她的人工 那你賣出來的燈籠 已經不可以 沒有那個市場去承受 肯定不行 慶幸我們就在中國大陸 就開了一間紙紮廠 那我們可以有個師傅去做 如果你說只要在香港 請師傅來做 基本上沒有可能的事 雖然老闆強哥 現在除了整燈籠給家人之外 已經很少親手製作 不過今年中秋節 她就憑記憶 花了四十五日時間 製作了一對 傳統酒馬六角燈 我見得多 所以今年 就想著 摘兩盞回來 自己懷悶一下 這對傳憑 我老公 就是那個兒時的記憶 因為現在已經沒有人做了 沒有人 這些傳統的燈籠 基本上市面是找不到的 我們憑她的記憶 就摘出來 摘摘燈籠買少見少 趁著今年中秋節 不妨買回兔子燈籠 和家人、朋友 一起感受傳統氣氛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小鈴鐺 按小鈴鐺